梁家瑩又表示會珍惜每一日 不會去和其他人 比2024香港小姐競選15位候選佳麗今日 7月15日 正式會 傳媒11號梁家瑩 直言首次見傳媒有些緊張 但是 已做好心理準備 環有與家人練習廣東話之後 會為比賽努力學好廣東話 問到有沒有信心奪 梁家瑩表示有信心 但不會去想能否奪冠 因為 每日都在進步 同樣其他佳麗亦在進步 所以聚 賽果都要交由評審決定 提到被觀眾票選為誰 入圍者得票最高的五位佳麗之一 梁家瑩指觀 的支持是他的動力 令他更肯定自己會繼續腦 從梁家瑩的社交平台 可見他經常周遊列國對 網民好奇他是否家底豐厚 梁家瑩笑言 那怎麼辦 錢呢 他自然對現在擁有的一切感到滿足 會真 每一日 不會去和其他人對比 提到才藝表演場 被網民笑難聽 梁家瑩表示 其實每個人對唱歌 不好聽的定義都不一樣 如果好多人說我唱歌 進步空間呢 我覺得我會繼續努力給大家看 更加期待一下 我下一次的才藝表演啦 問到參選 因梁家瑩透露將會到香港大學收港碩士課程 來議會主力在大灣區發展 所以想藉著參選港 認識更多新朋友 以及在不同環境中挑戰自我 希望未來能代表香港 對於外景拍攝 梁家瑩笑 最期待就是在香港拍攝 因為他從來未在香港 活過 今次參選就是個好機會讓他能體驗香港 生活 不過 不就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